据台湾媒体报道,齐勤日前刚喻姐姐齐宇在歌唱节目《我是歌手》中合唱,近日却无端针上性侵案件。 报道指出,齐勤经纪人刘仲奎涉嫌性侵在台湾下榻饭店的女实习生。 据24日出版的一周刊报道,北京巨龙文化公司总裁刘仲奎今年1月来台为大陆歌手李渔和举办演议会,却涉嫌在下榻的台北某饭店性侵女实习生。 事后刘仲奎还丢下250元人民币,并威胁女学生不得张扬,随后大摇大摆离去。 对此,齐勤所属的美梦成真音乐有限公司在24日晚间发表声明,澄清刘仲奎非齐勤经纪人,刘与公司间并没有关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